自从王林逃到罗天星域 对联盟星域以及朱雀星的变化就一无所知 然而 即使王林身处另一片星空 也仍有不少顾旧对其心生怀念 其中思念最深的就是拓森 恨不得将王林的名字刻变整个古神之地 此时此刻 在遥远的联盟星域 有一个蛮荒的星球 三道剑光及时而来 当前一人是一个女子 此女身穿紫色纱衣 若是王林在此 定会觉得眼熟 此女正是当年吞下了前锋异镜 离开朱雀星 后又判出五行星天水宫的紫星 他在被天水宫追杀之际 被摇溪雪之父血祖所救 从此之后成了血祖侍且 此刻紫星身后 跟着两个全身散发血光的老者 这两个老者双目昏暗无光 显然心神被控 正是血祖恋化的血奴 每一个都有问鼎修为 紫星速度极快 转眼间便带着两个血奴来到这颗小星球 随即缓缓说道 你说的星球便是这里 身后的一个血奴老者 恭敬说道 主母正是紫星 紫星目光一鸣 落在远处那小星球上 三个月前有血奴汇报 发现这个小星球内出现了奇异的变故 似乎星球正在渐渐死去一半 紫星属于血祖势力范围内 血祖自从妖灵之地回来后 始终阴沉着脸 没过多久便立刻远走 不知去向 紫星沉阴片刻 身子向前一晃 带着两个血奴 直奔小星球而去 紫星之上 没有任何生灵存在 一片蛮荒 大地处处干裂 紫星三人来到这里后 立即听到了轰隆隆之声回荡 只见大地的裂缝 在岔内间更多了 远处的山峰轰然坍塌 掀起大量的尘土飞扬天际 更远处还有一条宽约百丈的河岛 此刻其内已然干枯军裂无数 紫星身后的一个血奴 沉生道 紫星在四百年前 虽说也是蛮荒 但却没有这般诡异 可随着时间的度过 好像这星球在短短的四百年 走完了一生一半 尤其是最近的几十年 更是如此 紫星目光一闪 神石散开 想要延伸近这星球内部查看 但就在神石刚深入大地的刹那 一个冰冷之中 透出无尽杀戮的声音 漠然间回荡道 这声音比奔雷还要剧烈数倍 更有一股强大的威严轰然冲出 整个大地的裂缝 再一次多了起来 连天空都未知一暗 好似不敢真为一般 声音落在紫星耳中 他面色差那间苍白无血 身后的两个血奴 更是身子一晃 喷出大口精血 紫星眼中露出骇然 无暇去思考这声音 为什么隐约有些耳熟 立刻恭敬欠身道 晚辈不知此地 是前辈闭关之处 多有大嚷 这就离开 说到毫不犹豫地向后急速飞去 两个血奴更是紧跟其后 三人迅速飞出星球离开 在他们离开不久 整个星球在刹那间崩溃 巨大的声响回荡星空 一股无形的波纹疯狂散开 远去的紫星三人面色巨变 眼看波纹就要蔓延而来 紫星脸色苍白 喝道 血奴自暴阻止 身后的两个血奴 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冲向身后波纹 自暴原神 借着这一空隙 紫星拿出一枚血色欲解 传送回到血星 星球崩溃灰尘消散之后 一个半身赤裸的男子 站在崩溃中心处 一头红发无风自动 双目更是有无尽冰寒 皮肤粗糙脉络分明 好似远古俘虏一般 眉心上似的星点成员 缓缓转动 他正是亡灵本尊 本尊神色冰寒 目光看向远处 陈寅道 这颗星球已经没有了任何灵力 无法再逼我吸收 这抽魂的神通 还需要再修验一下 可惜始终没有找到成年古神之气 否则的话 便可真正的达到四星 莫非还要回朱雀星一次不成 纳托森不知何时会脱困 接着本尊踏步而去 渐渐的消失在星空中 数月后 在一处隐秘的蛮荒星球上 之所选择此地 正是因为这个星球 拥有自然形成的雷光层 与此同时 朱雀星修摩海也发生了变化 修摩海的雾气 很久之前便已经消散 整个修摩海 成了一大片凹进去的盆地 修摩海深处的碎星乱 成了整个修摩海的境地 凡是有人接近 都会诡异地失踪 渐渐地在无人赶来 碎星乱内古神之地 血海之中 密密麻麻盘息 做着无数修士 这些修士的修为 随着血海侵蚀 慢慢壮大着 尤其是那些上古修士 更是越加强大 血海最大的石柱之上 一个红发男子 盘膝而坐 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气息 可令世间一切生灵未知颤抖 一把充满秀机的铁剑 插在男子身边 此刻 阵阵摩擦地面的声音传出 只见那红发男子低着头 正以其锋利的指甲 在地面刻下亡灵二字 若是细看 确实可以发现 整个石柱早就已经 全部刻满了这两个字 亡灵沙哑的声音 从红发男子口中传出 回荡整个血海 令血海内所有修士 全部身子一颤 无数年来 亡灵这个名字 他们已经听得深入骨髓 三个月后碎星乱内 从古神之地走出一人 此人肩膀上趴着一只 双目通红的猴子 缓缓踏出了修摩海 他不是拓森 而是被拓森派出的使者 此人眼中 有着浓浓的恨意 正是那早已死去的天魔散人 当年若非亡灵 只见天魔散人凝神遥望星空 南南到雷之下界 随即身子一晃 走出了朱雀星 此时 朱雀星的朱雀山顶 周如一头长发迎风挑摇 小白趴在地上 一双虎目露出蓝散的目光 周如手中 拿着一个储物袋 这储物袋很是古朴 显然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 周如轻声说道 叔叔 当年你留给我的储物袋 现在我可以打开了 说着轻轻涌入神时 将其打开 其内却空无一物 只有一道白光闪烁 落在周如的眉心之中 周如身子一颤 一处被封印的记忆 缓缓解开 画面不断翻动 最终定格在 李牧婉喃喃喃自语中 这十九年 我感受着这孩子 一点点长大 看见他 就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王大哥 我不忍心 婉儿很傻 让你失望了 周如脸上流下泪水 抱着膝盖 坐在地上 轻声说道 小白 原来叔叔 一直都不想我去找他 而这一切 王林并不知晓 而是全身心沉浸 在吸收仙力之中 四周仙玉碎末越来越多 问鼎中期 想要攀升至后期 所需仙玉数量 远远超过了初期 达到中期所需 好在王林储物带内的仙玉极多 此刻已经过去近半年的时间 仙玉每天都在消耗 只是元神仍然还未达到饱和 又过了半年 王林猛地睁开双目 眼中电光闪烁 一股令整个大地 未知颤抖的气息 自其身体内涌现而出 随后站起身子 向着天空踏步而去 他终于突破到问鼎后期 九百多年修道 使王林达到了问鼎后期 成为当年朱雀子一样的存在 若朱雀子没死 不知见到这一幕后 会做何感想 当年被他无视甚至隐约 当成棋子的小人物 此刻却是成长至现在的高度 问鼎后期修士 在一些小型修真心上 就是至尊般的存在 经过近一年的时间吸收先例 王林终于达到了 这个堪称巅峰的高度 只需再踏出一步 修为与意境达到圆满 便可向修道第二步进军 修道第二步 达到者不多 其难度远非第一步所能想象 王林尽管还没有达到 但为数不多的几次 与阴阳虚实境界修士的战斗 却让他深刻的了解 第二步修士的强大 王林不由的想到 修道第一步便这般艰难 回想这九百年的修道人生 却是危机出处 稍有不慎便会形神俱灭 想那闻道者 朝生其死 那一劫 若非周易前辈 怕是我早就死去 第一步尚且如此 第二步 显然更为艰难 其中定然已有那种 问鼎生死的关卡 就是不知 我能否度过 但人之一生 数为凡 逆则先 只要道心在 一切险阻 都可闯上一闯 还有那修道的第三步 即便是天韵子等人 也没有达到 尚在苦苦的追寻 这第三步 到底是何种层次 彼之古神 又是如何 修道三步 犹如爬山 一步比一步艰难 第三步内 不知又分了几个境界 就是不知 是否还有第四步 王林轻声道 好似在问这无天无地的璀璨星空 雷光呼啸 带着王林直奔千唤星而去 那云霞星上的望月 也该到了再探的时机 眼下需要大量的生鲜果 幻家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本尊吸收了一个 小星球的灵气 实力只追四星 可惜却是少了成年古神之气 就是不知 在这罗天星域 是否存在此物 王林沉思间 脑中想起了多年前的一幕 当年在天韵星之时 那修真联盟的使者 曾带了一头心横雕 在眼前出现 王林刚一临近 整个千唤星便立刻形成无数雷云 立刻引起了千唤星的修饰注意 只见雷兽破空而尽 直接穿透钢峰层 紧接着发出一声咆哮 轰隆之际把四周雷云引动 降下无数雷霆 正如当年雷道子降临染云星一样 雷霆之声回荡之际 整个千唤星绝大部分修饰 纷纷体内灵力颤动 被雷为所振 解开第三道封印的雷兽 其实力加上传承的神通 丝毫不弱于一个应许境界的修饰 王林眉头一皱 不愿如此张扬 一拍雷兽之头 按照记忆直奔幻家而去 尚未临近 幻家全部修饰纷纷飞起 以幻风神为首 望着迅速来临的雷光 眼中露出惊骇 待他们看清雷光之中 盘膝坐着王林时 更有惊呼声传出 王林坐在雷兽之上 目光中带着电光 平静地说道 幻家家主上前 幻风神深吸口气 上前几步 恭敬抱拳道 沉声道 之前知识莫要再提 我问你 你可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弄到大量的生鲜果 幻风神一正 随即苦涩地说道 使者大人 这 王林目光一鸣 身下的雷兽 更是低声咆哮起来 幻风神按叹 点头道 罢了 我幻家放弃百年后 进入雷之仙界的机会 把搜集到的生鲜果 全部送给使者 王林神色如常 但内心却是一动 这生鲜果 莫非与雷之仙界 有什么关联 幻家的生鲜果数量 极为庞大 只是距离王林要求 还是不够 随即按道 说不得 只好借着雷仙殿的名头 在这罗天北域 私下索要一番了 那么 王林能否搜集 足够的生鲜果呢 这与雷之仙界 又有何关系呢 点击关注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